来 施老师 其实在国际目前看到的状况 在讲快筛快筛的 在英美的部分 人家是免费宅配道夫 那更不要讲 我们在前两天不断在让大家关心 譬如说泰国堆积如山快筛你可以买 或是新加坡一开始就送你一些 让你可以直接来做 然后日本推了快筛贩卖机 我们到现在才开始讨论 该怎么样让外送员成为我们的国家队 目前还现在讨论当中 你看到所谓国家队 看起来就是征收我们的口罩 那这个快筛可以外销 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让人家用呢 基本上就是鸵鸟 他怕出来说围养 他一直在讲说围养出来的以后 然后呢我们医院设施等等 那些东西是不够用 那已经那么久了 还是不够用啊 你心理上也应该心理上有期待 对不对 那更不用讲疫苗的部分 花了那么多的钱 三三迟来 然后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不晓得是不是有没有勾结等等 那些是不是要把它丢掉 丢到垃圾桶里面那些东西 所以我回头讲说 我回想这个政府要干什么 坦白讲就是说 目前为止你看到三加四 三加四大家其实是人心惶惶 不晓得怎么办才好 那有点是老子不管了啦 但是你们家的那个事情的样子 OK 我觉得说基本上 当然是一个无能以外 我是觉得是无心 无心恋战要清理 清扫战场 准备要去选举了啦 OK 好 那我把人家洗不掉 把人家长辈洗不掉那种感觉 我会觉得其实你知道做一个政务官或者主管 我想大大从中央到地方等等 或是学术界来主管 你说你一个大方向定了做了决策以后 那你必须要用心去做一个所谓的操作性是怎么样 要去想把所有的面向包括电话 然后接不在那个计程车防御车 然后医院设施等等这些东西 不像现在好像打来打去都没有用啊 那接着才在进一步说我的SOP是怎么样 而且那个SOP都要去走一次看看啊 不是说不关我的事啦 出了一次你大人大肆 你自己去抚接你嘛 我觉得说没有看过那么糟糕 那么无能的那个这种 把我们的性命当作开玩笑 怎么那么可笑呢 只不过说我坦白讲我也蛮失望 为什么呢 既然去年网上那么多人 对不对 为什么四大公投案没有一个过 你知道我觉得老板也是蛮好玩的啊 我们还记得吧 因为其实昨天这个陈诚中我就说嘛 他讲了很多还蛮呛辣的字眼 那更多人就认为说 天哪你在此时此刻还不贴近民意 还不接地气 甚至还越显你的高度都拉出来了 好他在昨天还讲了说这个数字 因为很多人都有收到哦 我相信一般人都有收到 好像盛传说在这个两点前 13多多少多少 你说1万3 1.3万的人次 就后来出来昨天是1万多而已 不要到1万3这么高 那也因此他就说 不要在网络上面传这样错误的消息 是会有处罚的疑虑 然后大家就被起底了 像是这个靖妍 他就去起底说 去年也有这么一篇报道 就说说数字有违法吗 有关系吗 因为之前这个我们的 Coco姐说 Coco女士也希望他早日康复哦 他也曾经用猴子的方式去影射 新北有几个案例 就后来数字也有一点点落差 没关系 现在有关系 这个我们Coco姐说我们这个报数的十足 那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过去都没有关系 现在就有关系 那这个特权也不是第一回啦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那个Coco姐刚刚染疫的时候 也爆发了所谓的这个特权的裁检嘛 那我们陈总部长也是讲说没有关系 特权这个医生去没有这回事 这个虽然是特权可是不违法 我当然知道不违法嘛 对不对他是医师嘛 他有合格的执照嘛 他愿意过去当然是OK嘛 可是大家要想一想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 我们的医疗酿能会够嘛 是不是 如果每个人都有特权 我也去找个医生到我家 你也去找个医生到 尤之哥也去找个医生到我家 到你家 这样够吗 那所以刚刚杨凯就比较衰一点嘛 对啊那他自己还要 这高下力鉴高下力判 所以我在讲啦 如果我们基隆那位不幸往生的女士 能够有我们跟Coco姐一样这个关系 我相信他搞不好也会 也不会往生了啦 所以我要谈的就是说 其实现在数字已经不重要了 数字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赶快来去想你的对策 怎么样让这个疫情得到一个缓解 而不是明年 其实我觉得每天下午在报数字 完全是这个不切实际 也没有意义 那民众之间如果说他们 自己估一些数字或者什么 我觉得在这个没有任何好消息的 这个状态之下 大家当成一种估算的一种 我觉得也无妨 那好如果说你要一视同仁 那你就拜托 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 你该办可以办嘛 可是你不能有这种特决 或者是不一样的这种 因人而异 因人而治的这种情况发生 这是不被允许的啦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要做什么 除了刚刚我们讲这个以外 你要去统整病床数 你要去把你的资源做整合去了解 那你这边反而在那边考虑说 我要不要去罚民众 民众不要再给我多讲了 不要再乱讲数字了 完全没有意义 也不是我们民众想要看到的事 这个盛方老师我们也要问一下 就是关于到血氧机 大家还记得在去年本土疫情正严重的时候 那时候有个叫做快乐缺氧 很多人也是因为当时外面的医疗量 崩溃了 比较无症状者 其实在当时就有在实行自己关在家里 那很有可能你血氧浓度一降之后 就有生命危险 不过连血氧机的部分 在民党自己的这个乌鸦 姑鸟 高嘉宇也说国外是卖500 台湾卖超过3000 他前两天不算还说 人家国外的唾液裁剪卖多少钱 而且非常多 甚至发给你 而我们还在用鼻腔 然后一记100元就认为已经降到很低 吸氧机这块像今天是要是帮我们提 其实这里有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可以跟不可以 一个是到底价格是多少 那一开始的时候 他不是征收口罩吗 那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有学生 他们是有亲戚在做口罩送过来 我不敢用啊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到底是可以 因为大家的都是一样的颜色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好像可以用了 ok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没有一些朋友 名嘴的朋友 他偷偷在讲说 有朋友送他那个快塞剂 他也不敢用啊 怕到时候又被你知道 那个所谓的指挥中心怎么样 你知道我们过去两年来 两年来就是累戒严嘛 什么都不可以 然后忽然又解除戒严的那样子 要甩锅的样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那个价格的问题 就是说不管是疫苗 然后口罩以外 口罩其实那个成本其实相当低的 坦白讲 他是不是中间有什么样的 我们不知道的 那到最后像现在那个快塞剂好了 我还不讲疫苗那个做 做冤大头的部分 那快塞剂的部分 那天总统是好像说他很厉害 本来300块 300块也变100块 很厉害的 然后我们的经济部长 就是阿辉 然后忽然讲说 他说好像那个成本就要59块 所以不能低于59 对不对 我听你在讲的 那我说我那天就故意在讲说 不能找柯董出来 如果今天可以敲到50块的话 那就50亿对不对 替国家省了多少钱 就让他来当行政院长 所以我就讲说 这里有没有牵涉到什么样的勾结 或者是联合垄断呢 我就讲说人命那么重要 为什么连这个东西 我是讲如果国家真的有那么多的钱 人家看来当凯茨一样 买多少的那些军火等等那些东西 尤其是在这个我们知道川普的时候 现在拜登的时候 你看我们国防部就严命起来 说不要嘛 那事实际上不要 那些钱就是可以救命钱啊 对不对 为什么他都叫外国呢 所以我就讲说 你知道这种国家本来是要管理的 他把它变成管制 然后变成一个控制 我是觉得呢 然后呢也许会做一些好人等等 像周一国当然就是这样嘛 他就是彻翼嘛 然后就是虽然 虽敢惹他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种其实蛮可恶的啊 我只能做这样的决论 结果他敢没死大人 他家敢没筋啊 是 你们知道我真的叫将心比心啊 光网水层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做好环境 跟物品的薪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层物化器 来喷这个水层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层水手喷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GO